这都是 你 初总 初总 汪战长 汪行 谢谢 谢谢 蠢猪 是 是 是 被执视蠢猪辜负了先生的一片期望 你要为上海情报站失去的损失的出错 是 你要为我们失去了这样一份情报 付罪 先生 我已经尽力了 不惜牺牲了上海邮政系统的一张网 先生 再给我一点点时间 我一定能拿到这份情报 就你 做你娘的春秋大梦去吧 情报现在已经在我们手里了 今天 已经到了国防部了 就在张志忠将军的办公桌上 丢人哪 丢人 这么重要的一份情报 居然是共产党给我们提供的 我培养了你们这么多年 在关键的时候 给我丢人现眼 我怎么向美国交代 楚楚 看来 我只能拿你这个上海战 战长来祭齐了 楚楚 请您告代坏手 看在我安前往后跟你那么多年的份上 看在我在等过一片中心的份上 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 就一次带罪立功的机会 立功 你只能带罪吗 楚楚楚楚 楚楚 您息怒 王家长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啊 您不要生气了 滚 滚到远远远 楚楚楚 楚楚 息怒 不过不管怎么说 现在情报在我们手里了 战志中部的第九集团军所属的 德县八十七八十 还有独立二十旅 正分别从长熟 无锡 苏州 推进到上海金山附近了 带阻击日本人的登陆 但愿还来得及啊 楚楚 日军登陆 可能就在这一两天 也许就在今晚 你去吧 对吧 我给你去 我给你去 走 你就是重粮 坐到前面来吧 你不用担心 跟着我很安全 等一下 如果在前面遇到盘查 你就说是我表弟 叫唐绍安 唐朝的朝 绍兴的少 安身立命的安 记住了吗 记住了 你不是上海里的吗 你的语言很敏感 好 钟亮 我们要送你去的地方 是个没有压迫 没有殖民统治 是个自由平等 生气活佛的地方 在哪儿会有人告诉你 你的父亲 是怎样的一个人 他为什么会为了一份情报 献出自己保卫的生命 周叔叔 那是一个什么地方 延安 那大陆 是个宅家 小秋 听他的儿子 你已是一样 什么呀 还在出的地方 其实我不想很好 当你让人总打到 认识时 saber 你美国 他既然可以 来 夏长官 这是处作给您的 戴处长是怕到我这儿来不安全 上海的心事 现在到了最紧要的关头 处作也是为了保证绝对的安全 才如此谨慎 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请先生见谅 他既然来到上海 现在就应该知道 上海滩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 谢长官说得极是 我收缴了 那么 好 我也不难为你了 你去吧 谢长 谢谢 先生去 等一下 乃恩兄 事情来得突然 弟不敢擅自离开半步 只好把你请这儿来了 哪里哪里哪里 戴处长召见 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见怪不怪 他还是这个老脾气 你什么时候得改一改啊 改不了了 对 改了就不是你乃安兄了 咱们谈正事吧 邰处长此次来上海 是和那份情报有关吧 乃安兄一猜就中 尽管你们派我来上海的时间太短 而没有拿到情报 但是我还是有责任的 我的责任我不推托 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戴远处的话我听清楚了 还是在埋怨我 岂敢岂敢 您是伪座身边的红人 我只不过是复兴社 被遗忘的一个老朽而已 戴远处 不管怎么说 情报现在已经在我们手里了 你是说吗 共产党把情报给我们了 这不是开玩笑吗 这么大的事 我敢开玩笑吗 怎么说 共产党说的 抗日统一战线并不是一句口号 他们的确是以民族大义为重啊 就凭这一点我谢某人应该敬佩他们 戴远处 这话出自你一口让我很惊讶 你应该很清楚 这些人都是有反顾的 哦 对对对 我忘了 和尚丰谈政治是大吉 我们不谈政治 我们只谈业务 好 不谈政治 谈业务 最近上海发生的事情你应该知道 王胖子让上海这案大上元气啊 我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的情报网 也被他给毁于一旦 你是想让我留下来重新组建上海情报网 是的 你的公开身份是邮政署的有误独办 把你调回上海使命正言顺的 这一次给你独断之权 人员由你自己来选择 经费我会博给你的 你们要独立于上海战之外 只要对我负责就行 你是担心上海守不住 大上海是中国的枢纽 也是远东的情报中心 我们需要邮政这个合法的通道 来输送情报 战争一旦全面打开 这也是我们运送物资的重要通道 老朽 一切都拜托你了 明白 是先生 先生回来了 太太 先生回来了 太太 先生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你快去把宵夜给先生热一下 你知道我回来了 戴先生没说吗 我是你的联络员 直接与他的机要秘书对接 我就知道他一到上海 肯定会来看 你已经不干这好呢 还把自己卷进来干什么 人一旦无所事事 就会变得醉生梦死 这里是上海 女人应该享受生活 那也要看他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丈夫 你都回来好几天了 直到枪炮响了才回家 我一直在帮王胖子那个蠢猪在擦屁股 一直擦到现在 现在的胆国 已经没有中山先生在世时的那种风气了 背贬这三年我一直在想 在这个国家里 光有一颗效忠党国的心是不够的 你还得跟对了人 站对了队 你自己行还不行 还必须有人说你行 更重要的是 说你行的人行你才行 你那是在说绕口令吧 你懂我的意思 我当然懂 问题就出在 你不愿意和那些人通流合污 我为什么和他们通流合污 那你就别再抱怨了 其实说你行的人还真不少 问题就出在 越说你行 你就越瞧不上人家 久而久之 谁还会说你行啊 就拿戴先生来说吧 他能不知道你打心眼里瞧不上他 可人家并不介意 还在关键的时候 排除各方的压力来启用你 你说说看 我说什么 你以为我心里不清楚 他是让我到上海来 给他收拾这堆烂摊子 你呀 在南京这三年算是白呆了 这臭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一改 你说话这个口气啊 和戴先生一模一样 就你这个嘴从来都不饶人 既然给了你机会 你就好好地大干一场吧 你应该想到 这次把你卖在上海的 另一层意思吧 我清楚 他是怕我有朝一日 东山在齐 那你为什么还答应他来上海 如果现在再不把名利之争 放在一边 我们就真的要当王国奴了 我就喜欢你这一点 你就喜欢我这一点吗 你喜欢我的地方多了 斗五十的人了 还那么不正经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我给你 你看看 这是龙先生送给我的 伯朗宁 这真是太珍贵了 这不是老龙破获了 行政机要密书 黄骏通敌案以后 老头子嘉奖给他的吗 这可比那个 青天白日勋章还稀有呢 青天白日勋章算个屁呀 这东西 戴先生看着都眼红啊 老龙把他送给你了 他那是要刺激你吧 他刺激我 我不用他刺激我 我有的是力量 我去洗个澡 前方已经开战 所有是两步的通过 我们得过去 这是警备司令部的特别通行证 这里是第九军区坊区 警备区的特别通行证 在我们这里没有用 我最后一次告诉你们 请你离开 否则的话 以通敌罪弄处 你没事吧 没事吧 前面是在打仗吗 那我们还能 能 我一定把你送到指定地点 就算我送到 那你还能回去吗 那是以后的事 你不用担心 你害怕吗 你害怕吗 我不害怕 又便宜曾经 你需要 8月13日 松户会战爆发 中国军队在历经三个月的浴血奋战后 退守上海市区 拼死抵抗 上海租界 这种特殊的政治 经济 军事和历史环境 决定了上海从远东的经济中心 演变成了世界的情报中心 你看 那有个村庄 重量 我们到那里躲一下 走 走 忠苗 忠苗 快走啊 忠苗 快走 赶紧离开这里 走啊 走 快进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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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出声 不要出声 有我在 看着我 不要怕 走 走 没事 没事 这个地方不安全 我们得赶紧转移 不要怕 快走 别怕了 我走了 走 马上走 走啊 起来 走 马上走 走 起来 起来 哈 Eastern Claudios 香 味 语 语 语 走 走 快走 刘晨 刘晨 我 她在想 她在想 我一樣 找她 和她在想 輪陀 把她寶寶 送她 走 帶她 走 走 五秒 嗯 上 走 快走 岸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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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岸 尬立真是 你们听口 con 敲打 把他冒进 哎 兄弟 看什么呢 哎 还好 兄弟 好不容易捡回条面 好不容易躲着吧你 哎 哎 我让你躲着吧你 哎 你认识吧 好 劝 劝 国际兄弟们 你们必须要交出手中的武器 必须要交出手中的武器 看我对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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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军兄弟们听好了 你们一定要交出手中的武器 接受检查 你们必须要以一个难民的身份 进入租界 停车 快 停车 停车 国军兄弟们 停车 你们一定要交出手中的武器 快 快 你们必须要以一个难民的身份 好 进入租界 好 回来走 对 后面呢 国军的兄弟们 我回来 再来喝 国军的兄弟们 你们必须要交出手中的武器 快走 公本 你想知道 大日本帝国的武器 是什么样子的吗 公本不敢 季管长 森本司令官 也算是公本的束缚 有些事情 或许可以由我来向他解释 你是想给你的数据说 我不用他送的内侠吗 公本是整件事情的参与者 和执行者 我可以向他们证明 机关长所有的决定 都是正确的 而且我们也尽力了 那送你了 不知道公本做错了什么 旧机关隶属于东京情报总部 但我却在海军司令部那里 拎到陆军的内部上司 是 校长 孙本司令是我们在上海的最高长官 如果他有事情问我 你还在调遍 我想知道你那个孙本秀秀 是怎么评价我的 孙本叔叔认为 您是帝国最出色的情报专家之一 那你是怎么看我的 他出身并为 是一个治乡师的儿子 像他这样的人 越是能干就越自负 越敏感就会越独断 公本认为机关长 是最出色的情报专家 没有识意 你好像变得会生化了 公本只是实话实说 来 揍下手 走 走 请机关长 那个中国学生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公本认为 我们应该是被那个中国学生给骗了 书大林是共产党 他儿子继续采取父亲死前那方化奸战行业 情报机会被共产党提出 根据国民党军队的反应 情报是落在了南京方面 公本 这儿你怎么解释 请机关长解惑 现在虽然是国共联手对抗我们 但他们彼此之间 仇恨却更深 从一九二七年开始 南京江府不知道杀了多少共产党人 这一点共产党人是永远不会弯掉的 公本 你的任务是密切注意游酒那个地方 我不相信 静安游战分局 就只有求到你一个共产党 是 目标 你就先待在这里 会有人来找你 好 你叫什么名字 不能告诉你 你先去洗一下吧 这是给你的换洗衣服 柜子ì头有饼干 吃了之后就好好休息 你去哪儿啊 这也不能告诉你 那你也挺累的 你也应该休息啊 在这里好好待着 我去哪儿 你知道什么事情吗 它也许只是一张纸上的几个字 但可能它关系到成千上万人的生死 关系到一次战役的胜败 好 好 你 老板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出了点意外 啄木鸟没能把重量 送到指定的地点 他们又回来了 重量现在在哪 在啄木鸟的一个秘密据点里 情况紧急是个临时安排 地址是御员路12号2022房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叔叔 重量 周叔叔 重量 周叔叔 重量 周叔叔 你怎么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周叔叔 我刚找了亚瑟夫局长 他同意我留在这儿 当一名优差了 周叔叔 我要成为一名 像我爸爸一样的优差 你给我闹走 来 走去 朱梁 这件事情 你应该跟我商量一下 不应该擅自做主啊 既然都走不了了 那我就安安心心地待下来 朱梁 组织上已经重新做了布置 希望你回到学校继续读书 周叔叔 日本人不笨 就算他们是傻子 他们也会知道 是谁在资助我完成学业的 你的学业有成 这是你父亲的期望 我只知道他死在我的眼前 他的血溅在我的身上 周叔叔 我已经是个大人了 总有一天 我一定要为他报仇 忠良 你能说出这样的话 周叔叔很欣慰啊 我相信你父亲在天之灵 如果能够听到的话 他也会非常高兴啊 但我还是要劝你一句 你要面对现实啊 周叔叔 我不再是个孩子了 你做过日本人的地牢吗 你上过他们的老古凳吧 你尝过他们老铁的滋味吗 这些我都尝过 就在昨天 你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吗 我狂奔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 日本人的飞机 就在我的头顶上飞过 他们扔下来的炸弹 就在我的身边爆炸 周叔叔 我还看到了满村的平民被屠杀 他们的血流得满地都是 如果我们不能把日本鬼子 赶出我们这个国家 每个中国人还会有前途 不管这个中国人是十七岁 还是七十岁 赶走日本鬼子 是每个中国人的使命 你说的这些我比你清楚 周叔叔 我要成为像我爸爸一样的人 周叔叔 周叔 周叔 你们是什么人 雅瑟夫先生 我们应该见过面吧 你怎么会在我家里 我的夫人呢 你的夫人在书房里 我的同事正陪着她 你想干什么 要钱吗 钱我给你带来了 这都是你呢 你是什么人 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比人姓谢云乃恩 仙人有物独斑 我记得咱们在总局的年会上 见过面啊 你想干什么 我给你带来两张 去马赛的头等轮船票 这上海的仗 不知道要打到哪一天 我是来送你和你的夫人回国的 你就用这些钱送我回去吗 还有这笔钱 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 我想做做 你那静安邮政分局的那张大班鱼 不可能 这必须总局长亲自任命 我想你有办法说服 乍佩林总局长 我希望下次再拜访你的时候 我能见到我的任命书 老周啊 我们不得不承认 在对待仲良的问题上 我们是欠考虑的 我们想的更多的是 他该做什么 而没有想到他想怎么做 至少仲良有一句话没说错 一个失去了父亲和母亲的孩子 仍然留在教会学校里 是很容易引起怀疑的 我还是不同意他家属 我们这行太残酷太危险了 老板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刀狗填血的日子 是 是 许德林同志 就这么一个儿子 我们都不否认啊 仲良是有着超越常人的天赋的 他只是缺少培训和历历 我一直认为只要加以十日 他会成为我们这行里的翘楚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老赵 我完全能理解啊 你和老徐之间的感情 可是战争是残酷的 他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 没有人能逃避得了 是啊 你说的有道理 好 我服从你的命令 我们培养他 老赵 保护好忠良 并且培养好他 你是当仁不让的人选 你就放心吧 耽误诸位几分钟的时间 我在这座城市里服务了三十三年 记得刚来的时候 我不会说一句汉语 门口还挂着大清幽政的派子 可以说我是看着这座城市 成为渊东最繁华的城市的 我想我该走了 借用你们中国人的一句老话 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 是我该离开的时候了 我要回到我的家乡去 在我想念你们之前 请允许我向你们介绍 新人的金安邮局分局长 新南恩先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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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上那把椅子是你的 谢谢 谢谢 您非常欢迎 好 大家好 毕人昨日在总局听说了一个说法 说外面在打仗 大部分的游路都断掉了 有人向总局长提议 为了节省开支 让部分同事先休假 毕人当场反对 仗打得再久 总有结束那一天 常言道家书抵万斤哪 尤其是在这个时候 哪怕只有一封信 我们也要投递出去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懈怠 要照常出宫 因为我们投递出去的 不只是一封信 它有可能是一户人家 全部的希望 和活下去的勇气所在 辛苦诸位 谢局长 请让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们的同事这边来 请 这位是纪科长 局长好 你好 您好 纪先生 你好 你好 还有这位周科长 谢局长 幸会啊 周先生 我们在大门的东侧和路口 各安排了一个监视点 来确保先生的安全 去 能杀我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来 你来看看这个人 这个人叫周珊 他的眼睛里有一种不一样的东西 一种不一样的东西 他的眼神里执着而坚定 我有一种预感 这个人不简单哪 先生 要不要我 我们初来乍到 对于有些事情还不熟悉 时间差不多了 你该去办正事了 是 先生 再见 我的朋友 好 感谢你做的一切 感谢各位做的一切 我希望你们的工作更加顺利 谢谢你们 继续努力工作 谢谢 师父很感谢 去工作吧 好了 各位 谢谢你们曾经付出的一切 虽然我要离开了 但是我希望你们要继续 坚守在这个岗位上 去吧 去吧 我的朋友们 工作吧 老朵 今天这事 不一般的 怎么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你看亚斯扑那个脸色 他连楼上他那些 假古董都没得及处理 就这么退休走了 是啊 按理说怎么也应该有一个 宽存会什么的 是啊 三十三年 上海养活了多少这样的养老爷啊 嗯 谁啊 亚斯扑先生 你叫的车到了 快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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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秘密据点 来迪后工作的情报员 除了自己的住处外 通常都要给自己 准备这样一个房间 在这儿可以不少打扰的 破译和分析密码 分析情报 你要记住 永远不要在秘密据点 留下你的个人信息 要的时候秘密据点 恰恰是最危险的地方 这儿也曾经是你父亲工作的地方 这是我爸爸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吗 是 你父亲是我革命道路上的印度人 周梁 从今天开始 就在这儿 我要把作为一个情报员 应该掌握的所有技能 都传说给你 我知道了周叔叔 以后你只有在这儿 可以跟我叫周叔叔 在邮局要跟我叫周科长 或者是老周 这是作为一名情报员 你要掌握的第一条 要想隐藏得更深 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感 这个情感包括亲情友情 还有以后你会遇到的爱情 周梁 作为一个情报员 光有勇气和智慧是不够的 还要对组织绝对的忠诚 要有誓死如归的精神 周叔叔 请你相信我 我一定能做到 对了 周叔叔 我还有个事想问你呢 路上再说吧 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 去脸房 对 你有阴血的毛病 这在一血上 被称之为血液恐惧症 只要一见到血或者闻到血 生理和精神上 就会产生剧烈的反应 这是一种精神障碍 对 我一见到血 却全身难受 害怕 心慌 还会想呕吐 这个问题必须要克服 今天我们先从一些腐烂的尸体开始 腐烂的尸体 你如果不愿意 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你不就是想考验我吗 来吧 我是不会退出的 对了 刚才你想问我什么 我就想问你 那个女人是谁啊 哪个女人 就是送我出城的那个女人 你不需要知道她是谁 我只能告诉你 她是我们无数同志中的一个 但是她救了我 如果没有她的话 我就不可能活着回来 我想谢谢她 我确实不知道 你说的这个女人是谁 即便是我知道 我也没有权利告诉你 这就是我们工作的特殊性了 中岭 多知道一个同志的名字 就会给我们的同志 多留下一份危险呀 进来 中岭 进来 周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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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没人职业吗 咱们走着前方过来 来 周叔叔 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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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好看一看 她的脖子上有鱼青 手臂上也有 她应该是被人抓着双手 还得是淹死她 膝盖上的擦伤 应该是挣扎的时候握她 周明 死者对生者说的话 往往会留在尸体上 这是你要学习的第一课 亚瑟夫 毫无征兆地 就要告老还宣了 新局长上任的当天 就被谋杀了 这里一定有问题 周叔叔 您是不是怀疑 新来的那位局长啊 在我们世界里 没有什么事情是偶然的 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出她的必人性 我们走 好 日子久了 你快试点她 心理上的疾病是可以克服的 您认为新来的局长是日本人派来的吗 减负在这座城市里的特务 不只有日本人 有烟味 她喜欢抽烟斗 第一次跟我们讲话的时候 跟那么老远 我都没闻到她心上的烟草味道 现在 我也闻到了 好了 我们走吧 走吧 走吧 继续往前走 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回来 回来 周叔叔 你快走 这是命令 走 走 别动 别动 谢局长 周科长 果然是你杀了亚瑟夫 我一直觉得好奇 想看看 到底有没有人注意到亚瑟夫的死 如果有人注意到他的死 那就意味着 他注意到了我的出现 如此看来 你应该是徐德林的搭档 你们一起进入邮局 有一二十年了吧 你问这些干什么 先告诉我你究竟是什么人 不许动 不许动 好 我当然是中国人 你们这是干什么 现在是国共合作 你们不是一直嚷嚷着 牵口一掷对外吗 这么说 你是国民党的人 如果我是日本人 你早就被捕了 怎么 你不相信我 他们尚信不信你 但我不相信你们所谓的国民政府 国共现在是第二次合作 但是我忘不了你们第一次合作时候的所作所为 看来 你是要破坏第二次国共合作的 你是要打响这第一枪了 还有你 是 快把手拿出来吧 再不拿出来你的手就惊弱了 主任 我们走 走 先生 这个人的走路姿势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以你爸的个头 走路的不符有点大 他 对 就是他 那天我在嘉德公寓门口 遇到的那个共产党 就是他 我刚才命令你走 你为什么又回来 你难道不知道什么叫命令吗 朱叔叔 你要是万一出事 就没人给我下命令了 命令就是命令 即使是我死 你也要不折不扣地去执行 那 可是 要是换作是我的话 你会眼睁睁看着我去死吗 如果你是我的领导 你给我下达的一切命令 我都会不折不扣地去执行 你要记住 一切行动 必须服从命令 我希望你把这句话 刻到心里去 我知道了 朱叔叔 刚才我是真的怕你出事 所以才一时冲动的 可当我进了那扇门之后啊 我才发现 你们两个人 根本就不会开枪 为什么 因为我们和他是绑在 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 你凭什么确信 谢奈恩真的是 国民党方面的人 忠良 作为一个情报员 光凭直觉是不够的 还需要事实来证明 我 你已经不是十年前的你了 敦守这种事 还用得着你亲力亲为吗 如果我们想在邮局潜伏下去 我就必须要知道 我们的身边有没有埋着雷 埋着什么样的地雷 那你不是也暴露了吗 只要我不暴露在日本人的面前就行啊 那就证明我们的潜伏是成功的 Bundesregierung 徒匀之判岂容他人安睡 虽然现在国共合作了 可我还是不相信他们 你说 是不是应该杀了他们 杀他们 他们正好是我们 和日本人之间的屏障 杀人容易 难得的事 杀了人之后 能把自己隐藏起来 那你就不怕他们会对你下手 暂时不会 我想他们也明白这个道理 对了 小罗 我从亚瑟夫那儿 把钱带回来没有 早就入库了 你对小罗都不放心的 我不是不放心 我是谨慎 正是这种谨慎 才让我们活到了今天 志文长 经案由众分局局长 法国人亚瑟夫被人谋杀了 这事说 他的尸体被寻捕从黄埔江中 捞了出来 对外宣称是失足落水 但我们的人发现 尸体上有明显的累痕 谁接替了这个位置 是一个姓谢的中国人 从南京邮政系统被调过来的 有意思 这个邮局好戏要开战了 书中良有什么动伤 接了他父亲的班 不读书了 他不是干特工的流 我会提高监控等期的 那我先走了 周阁长 还没出工啊 九点正好感觉三零三 我说你们现在越来越回摩阳宫了 新军局长 那边还没出工啊 我们的讯划是不是都给忘了 没有 这不都是账咋的吗 周队长 我们不在这里磨 就在马路上磨 我去发牢子 赶紧出步 好好好 快走快走快走 不能进入 为什么他进去我没进不去 只是进去啊 我们只是进去啊 我们只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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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现在重点先盯住那个女人 是非要实时抓捕 不着急 先看看她去哪儿 为什么要跟着我 我 我就是想问你 你叫什么 苏丽娜 我跟你说不要再跟着我了 会给你带来麻烦的 等等 我只是想告诉你 你以后出门尽量少喷香水 笔子林的人对这个很敏感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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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快去报告 季管长 是 进来 季管长 被派去监视那优差孩子的便移回来报告 那孩子在法术界的迷登录 跟踪了一名女子 是个有趣的消息 你说一说 你有什么看法 公本从来不相信任何偶然的事件 和他有关的人也一样 和我们有关系 这个孩子的所谓验见了我的判断 去把那个女人带回来 记得要骨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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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会明白的 放包车 抓活的 快走 我来掩护 不行 要走一起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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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掩护 不行 要走一起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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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死 PAT 往下 要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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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没想到啊 小姐靠得高手了 今宝这个样子出现在我面前 机官长 就你一个活着回来了 看来你面对的是前军万万啊 对不起 机官长 这是我的失职 你看清楚 那个女人的长相了 没有 没看清 我们想活捉她 可是那个女人和她的同伙 在我们距离她二十米的时候 就先开了枪 我们既不能靠近 也不能击毙 就加些吗 她大概一米六五 烫波浪型发型 够了 难道说 你想让我把所有 烫波浪发型 一米六左右的女人 都加起来吗 滚出去 什么事 对 这儿吧 什么 要不要先送她去医院 她几配待在紧闭系 几天 这种事情你还要来问我吗 存活 出去 对 快 哪个都不让我试了去 秦先生 您客气 回来了 来 来来 快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太太 丽娜 这位是大东亚商行的 秦兆宽先生 表哥 我就是要看看 你还认不认得出来我 我们都快十年没见面了 赵康哥 那时候你还是个小伙子 可再怎么变啊 武官还是赵康哥的武官 丽娜 等会儿 他不会就是你经常跟我提起的 表哥吧 你不是一直以来都在南京的吗 我调到上海了 丽娜 表哥现在可是大东亚商行的总经理啊 丽娜 让表哥好好地看看 这么多年不见 曾经的黄毛丫头 也出入城漂亮大姑娘了 怎么了 没事 表哥 你表妹你不知道吗 她经常就是这个一惊一乍的 我知道 她呀 她什么她呀 你现在是不是不满意我了 没 没有啊 你看 我这个表妹啊 一点没变 还是从前那个样子 楚康 我这个表妹我知道 平时啊 还要请你多多担待 这可不敢 表哥 你这话怎么说的 平日里都是我在担待她 你怎么说话向着她呢 你跟表哥说是不是 是吗 是 是是是 完全正确 这还差不多 表哥 你是怎么知道我住哪儿的 我妈写信给我 说你结婚了 嫁给了市政府的一个 叫周楚康的官员 我一到了上海啊 就跟周围的朋友 打听了楚康的下落 这不我就找上门来了 我跟楚康也是刚刚认识 真是太有心了 我们为什么站着聊天啊 快坐啊 看我一高兴 都忘了让表哥坐了 走走走 不用了 表妹啊 见到了你 见到了楚康 而且我也认了门 这就行了 我还有个约会 就在你们家附近的 迪迪斯咖啡馆 我就先告辞了 过两天 我请你和楚康 到我们家去 我们好好地聚一聚 那必须的 好啊 表哥 上海可是个咖啡馆社会 你可要好好体会啊 表妹是说 我这个南京来的乡下人 不解十里扬长的风情喽 表哥 人家只是好心提醒你嘛 好 那我就谢谢表妹的提醒 表哥铭记在心 告辞了 吃了饭再走 不用了不用了 好 先走了 表哥 表哥慢走 好 请留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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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过来 你怎么回事 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没事 只不过是秦魏的擦伤 我已经处理过了 我给你看看 起来 我都不恨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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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害死了我的救命恩人 我该怎么办 爸 小徐今天没来 你们谁辛苦辛苦 我替他跑一趟吧 好 对 这扎北二区的 好 大家能帮忙的话 就帮帮忙 对了 你们谁投递顺路 去他们家看一看 周长 这事交给我吧 那谢谢您啊 谢谢您啊 都是自己人 好 走 你们忙着 小徐的信 好 谁啊 请进 走 周长 老陈啊 我在门口碰到小徐了 他正发了高烧呢 却坚持要来见你 我就把热力带来了 谢谢您啊 谢谢 你去忙吧 好 周亮 你怎么了 發烧了是吧 周叔叔 我遇到他了 谁 周亮 我遇到他了 你怎么会遇见他 出什么事了 周叔叔 他救了我的命 我却害死了他 谁死了 别哭了 来 先坐下 别哭了 来 你知道日本人放你出来是拿你当幼儿的 幼儿 幼儿意味着跟你接触的所有的人都有生命危险 我知道 周叔叔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 是我害死了他 我也向我父亲发誓了 我 我一定会成为他那样的人的 你离你父亲的距离太厉害了 你身上的固执任性还有自负 这都是你的致命伤啊 这些致命伤不给 你永远成不了像你父亲那样的人 我明白了周叔叔 我知道在你们眼里 我是个没有爱人没有孩子的四十多岁的老公 初良 我有过爱人的 由于我们的身份 我们虽然生活在一个城市里 但是很少能够相聚在一起 那个时候 我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去看他 你父亲不止一次地提醒我 说哪怕只看一眼 都会给他带来威胁 可我那个时候太年轻了 事情就偏偏出现在这一眼上了 有一天我执行完任务去找他 我没有发现我被跟踪 他看见之后给我湿了眼色 等我摔掉尾巴 脱离危险之后 我就去向你父亲汇报 你父亲听说之后 马上就冲出去 命令我的爱人离开 你父亲 可是去吧 他直接生死不明 啊 你父亲 啊 我去跟他估计 你的惄罪 你阿弥 那天应该牺牲得收获 你知道吗 周叔叔 你们的组织会处分我吧 我愿意接受 组织上派我去八十八市 我已经把那部电台放在了大西洋饭店 你把它取出来 交还给组织 把这些情况 向老潘汇报一下 请求组织上 尽快给我安排在军中的联络人 你一定要回来 我会在这里等你 你的笑真好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领租界 租界沦为孤岛 一切都很正常 他除了投递点哪儿也没去 待在任何一个投递点的时间都很正常 那就更要给我盯仔细了 王猛越是平静的表面下面 越会潜藏了凶硬的暗流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